看来韩大哥不是我们天元镜之人 否则不会问出这等话来了 柳儿眼波流动 眼嘴轻笑起来 怎么 天东山号在附近很出名 出名 韩大哥真是说笑了 我们山号是天元镜内三大山号之一 数以百计的大小城市都有我们的分号 总不甚至设在了天元圣城中的 阑山少女嘴角翘起颇有些自得的模样 但可惜这一切 对刚刚飞升到灵界的韩丽来说 根本丝毫意义没有 在她心目中 上百城市似乎也不算多 在人界随便一个小国家都远不止这些城市 但看此女样子却似乎已经了不起 就不知是眼前的小丫头是井底之蛙 还是灵界的确和人界情形不太一样 韩丽心中有些奇怪 但是面上丝毫未露异常 反而是故作不知地点了点头 哦 这么说 我们山号的确不算小 不过我刚才听几位姑娘议论 说是现在的车队要去安远城 不知此城是何方 还要几天路程 你这人太不老实 竟然偷听我们姐妹的谈话 一名看起来最小的红山少女 竟在一旁嬉笑起来 韩丽清咳了一声 有些无言 当初这些丫头谈论的时候 声音如此之大 哪有丝毫想避讳的意思 权儿 不要无礼 韩大哥不要见怪 权儿有些年幼 其实没有什么恶意的 蓝山少女训斥了红山少女一句 在此女心目中 韩丽虽然是一名新加入天东商号的新人 但如此年轻就有如此高明的炼体术 以后肯定会受商号重用 她自然不想自己几个姐妹 跟眼前之人交恶 韩丽闻言笑了一笑 正想开口说些什么 突然间车厢微微一晃 巨龟竟然停了下来 这一下 蓝山少女一正 但随即马上反应过来 一声娇斥 王伯 出了什么事情 几位姑娘 前边赤灵雀发现了一群杀虫兽 似乎盯上了车队啊 从车厢外 传来了那名车夫般老者的回答 去据一些杀虫兽 只是她本能行动 派些人赶走就是了 何必让车队停下 我们行程已经有些晚了 但这些虫兽中 有一只低阶虫兽 已经初步开了灵制 不击杀她的话 恐怕会有大麻烦的 低阶虫兽 这可有些棘手的 不过张领队的虎霸绝 也修炼到了第五层了吧 如此的话 配合夫人亲自赐下的 金银剑邻居 对付此妖不成问题的 柳儿姑娘说的是 只是这只虫妖的身边 还有几只变异的虫兽 张领队他们应付起来 恐怕还是有风险的 车厢外的老者顿了一下 又有些迟疑起来 便一重设 那是有些危险了 不过 车队中不是还有 南齐子道长 几位修仙者吗 让他们出手下吧 张领队已经请求过了 但被拒绝了 道长几人都是 出身狗篓山的修士 在重受主动 对他们攻击之前 他们是不愿意出手的 如此麻烦 我早就说了 不要雇佣这些 出身狗篓的山丘士 他们的限制和规矩最多 这倒怪不得 南齐子道长他们 狗篓山原本大多修炼的 就是蛆虫神通 对付其他种类妖兽 却没有这般多顾忌的 碰上重受 也是一件意外事 这样吧 夫人临走前 将那东西临时交给我张空了 我放他出来 助张领队 一臂之力吧 你先告诉他一声 我马上就出去一趟 那东西的话 对付重受 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柳儿姐姐 你真的要放那东西出去吗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夫人恐怕会责罚你的 放心 那东西经过夫人训话 如此多年 已经具有一些灵性了 就是和低阶妖兽对抗 都不会落在下风的 用来对付几只变异重兽 绝没有问题的 柳儿却是一笑 胸有成竹 然后人就推开车厢走了出去 我有些不太放心 要过去看一看 年幼的红山少女一咬红唇 身形一闪 竟跟了上去 香儿和最后一名白山少女 互望一眼 苦笑了起来 二人心有灵犀般的 没有说什么 但怜不轻移之下 也一同走出了车厢 转眼间 弱大车厢就只剩下 韩丽孤零零一人 她坐在椅子上 望着扮演的车厢之门 却双目一眯 现出沉吟之色 片刻后 一声刺耳的唬吼 从附近传来 声音中充满了一股 嗜血的狂虐之意 韩丽神色一动 目光一闪 缓缓站起身来 走向了车门 轻轻一推车门 韩丽不慌不忙地 走到了车厢之外 站在巨龟的边缘处 抬手向四处望去 在空中七团 皎洁月光的映照下 韩丽将附近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整只车队蜿蜒曲折 足有里许长的样子 每隔一小段距离 就有一只 像脚下巨龟般的巨兽 足下有三十多只 大部分巨龟 背上全都是鼓鼓囊囊 扛着一个个体积不下巨龟本身的巨大货物 而每只巨龟身上都有四五名身穿格式龟甲 手持兵器的壮汉 同时在两侧 还有一些巨狼骑士来回巡视 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 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不远处的一只巨龟旁东西 让韩丽更感兴趣 在那只巨龟旁边 已经围着一堆人 其中那位男棋子 八面大汉 以及柳儿等四名少女赫然也站在那里 这群人的中间 却有着一只两丈高的四方物体 被一团油亮发光的黑布包裹着 而从那黑布里面 隐隐传来低沉的术后 此布表面符纹闪动 竟然还是一件低节法器 这时就见蓝筛少女 手中拿着一件令牌 正喷出一片片蓝霞 仿佛正在施展什么的样子 以韩丽的明清陵墓 即使相隔如此之远 仍是如咫尺一般 一眼就看到这少女手腕上 戴着一件碧绿手镯 上面镶嵌着数颗细小的灵石 闪闪发光 看到这里 韩丽神色一动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看来这所谓的灵具 似乎必须先用另一件东西激发之下 才可以让凡人使用 而且既然是镶嵌着灵石 肯定灵石中灵气一旦耗光 这灵具就失去了效用 韩丽正在暗自猜测 那块黑布在吸购了一定量的蓝光后 突然间化为一片黑烟 溃散消失 里面露出了一只精美的银白色兽龙 而龙中 正有一只赤红色的虎形怪兽 盘卧其中 此虎兽从外表看来 除了通体皮毛鲜红四血 和普通老虎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四周之人望着此兽的目光 却是不禁带着一丝畏惧 此兽一见龙外还站着如此多人 双目凶光一闪 突然丝毫征兆没有 猛然一窜 身形狠狠地撞到了龙筐上 让整只龙兽一阵地乱晃不已 四周围着之人 脸色一变 军事不禁后退了两步 蓝山少女清晰了一口气 却将手中令牌再次一举 顿时令牌才泛起了赤红色的血芒 说起来也奇怪 那虎兽一见此红光 顿时凶恶之向进去 马上老实地趴在兽笼中 不再动它 见到此目 张魁和其他人等顿时心中一松 就在这时 突然从空中传来几声 鸟叫的清鸣声 叫声时紧时慢 似乎在传递什么消息 那些虫兽加快速度已经围上来了 所有人马上备战 将车子全部围成一圈 只要坚守 没有主动出击 等我带人击杀那只低尖虫腰就可以了 这些虫兽没有灵制 只要虫腰一死 就会自行散去的 张魁脸色一紧之下 急忙大喝一声 此话一出口 顿时整个车队一阵骚动 中间部分没有动弹 最前边和最后面的巨龟 马上往中间靠拢起来 车上渭水也纷纷亮出了冰刃来 两侧骑着巨狼的骑士 则飞快地往中间汇集 而蓝山少女则一声令下 有一人上前 将那兽笼打开 放出了虎兽 韩小哥 你身子尚未恢复 还是回车厢中比较安全一些 那些沙虫兽不擅长跳跃 而车厢使用缠铁木制成 在里面一时不会有大问题的 坐在巨龟前端驾车的老者一回头 冲韩丽咧嘴一笑 多谢老张美依 但在下从未见过沙虫兽 倒想看看是何等模样 若真是危险的话 自会回到车中 哈哈哈哈 韩小哥既然如此说 小老二也就不多劝了 老者黑黑一笑 果真就不再说什么 韩丽微微一笑 目光再次向四周望去 站在巨龟上同样静静不语 韩丽脚下巨龟 因为身处车队中间位置 所以老实地待在原地没动 反倒是前后的其他龟车 飞快地向他们所在的位置聚集 没有多久 三十几只巨龟围成了圆圈 形成了一道道简单的防御 那些骑着巨狼的骑士也在周围聚集 足有五六十人 就站在防御圈外 由八面大汉率领 只是那蓝山少女竟然也夹杂其中 不过在其身边却趴扶着那只血红色的怪虎 远处的鸟鸣声越来越急 并且越来越近 当树枝赤红色的小鸟出现在远处 并不停地在高空盘旋时 八面大汗 脸带煞起一声大喝 随着此声化落 巨龟上的所有车都用手中的鞭子往巨龟头上一抽 原本稳稳站着的巨兽纷纷缓缓趴下 接着将头颅和四肢缩在巨大龟壳中 化为了一块块青色巨石般的存在 横在了眼前 远处也传来了轰隆隆的地面震动声 大片黄尘出现在地面尽头 向这边滚滚卷来 根本就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八面大汗面沉似水 二话不说只是一挥手 身边的骑士全都一声不发地 举起了手中的狼牙棒 竟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 见此情形 韩丽脸上亚瑟一闪 但尚未细斟酌此事 让他心中一呆的一幕出现了 就见那八面大汗 单手一扬 将一颗碧绿的丹丸 抛进了自己嘴中 随即一声长啸 身上黄光流转 脸上手臂上随之生出了一层细细的黄毛 瞳孔也一下变得碧绿幽沉 接着他两脚一颗身下的坐骑 巨狼一声低吼 剑似地击舍而出 身后其他骑士 没有八面大汗这般骇然的变化 但在运转了弓法后身上也各色光芒闪动 毫无巨色地紧随大汗扑出 数时骑竟飞卷起一股黄雾 迎向对面而去 怎么回事啊 难道此人是妖族变化而成 不可能啊 可以幻化人身的妖族 起码也是化形期的妖兽 此人怎么看也绝不像是高级妖秀 况且 其他人看大汉变身 毫不奇怪 此情形应该是灵界中一种常见之事 看来还真是要多花费一些时间 来了解灵界的一切才行 无论是大汉的诡异变身 还是那些所谓的邻居 在人界可都是从未听闻过 韩丽有些吃惊 心念急转 越发觉得与人界相比 灵界大不一般